第二个 这个是我们一生之久都需要面对的挑战 也是一个淘汰 所以圣经上说 一个人 我在这里列四节经文 虽然是很简单的经文 很熟的 但是其实每一节的经文背后 都有一个特殊的含义 有特殊的一个重点 让我们掌握的 第一个在这里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在这里等于是为我们定义的 到底谁是我们的主 你会说 一定我哪里有主 我自己就是boss 我哪里有主 你知道圣经上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侍奉自己的神 只是这个神 到底是不是圣经上 所告诉我们的神 这个也是加密山上 以利亚面对八百五十个假先知 面对那些心怀恶意的重百姓 所面临的一场征战 那个征战的焦点 就是到底谁是神 以利亚说 如果巴黎是神 我们都应该去听巴黎的 如果耶和华是神 我们都当顺从耶和华 百姓重鸣一言不大 那是一个已经冷淡 良心麻痹 已经妥协的时代 不肯回答 弟兄姊妹 这是加密山上的征战 以利亚的名字 My God is Jehovah 我的神是真神 我的神是神 弟兄姊妹 我们这两天 今年特别讲说 就要让神在我的心中做宝座 要让神在我的生活中 圣经上各多西书 讲得清清楚楚 神的旨意就是要叫基督 在凡事上举首位 那么到底谁是我们的主 那么你说这个主很难回答 那我就问你说 到底你最在乎的是谁 你到底最在乎的是谁 这里有两条路 它不可能同时走的 它是踏开来的 不同方向 一个是侍奉马门 侍奉巴黎 侍奉你自己 一个是侍奉神 你只能走一个 你不可能说 我往世界走 走马门 但是你说主啊 我的心爱你 你是在乎人内心的 你骗自己 骗自己 然后你的经历 也会让你知道 你不可能又爱神 又爱马门 而能够心里喜乐 心里平安的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戏谷打拼的时候 虽然我个人只做了12年 你们还是有人 没有做到12年 我也经历 在戏谷生活的压力 挑战 酸甜苦辣都经过 但是我个人觉得 在我12年的职场生活里面 神给我一个最大的拯救 跟释放 就是从一开始 我就认定了 他是我的大老板 我的神 是我的big boss 这件事情认定以后 你就发现在我的工作上 碰到压力 碰到困难 碰到解决不了的时候 碰到疲倦 碰到各种问题 我很容易能够靠着主解决 不管老板怎么威胁 不管这个project的压力多大 我自己知道 我是属神的人 我是侍奉神 他是我的大老板 我专心讨他喜悦 我求他给我智慧 当我得到了 从他面前来的平安 主不责备 主喜悦 我根本就不担心 我的明天会怎样 真的 所以很多人找工作 紧张得不得了 要去面谈 吓得不敢吃饭 我常常就跟弟兄姊妹讲 我说退一步看 从神的角度看 地上哪一个公司 顾虑到神的儿女 那种认真 真正的基督徒 那是这个公司的福气 我们不是在世界 讨一口饭吃 我们是尊贵的王子 君尊的祭司 神打发我 到你这个公司来 你的公司要因我而蒙福 我们里面要有 这样子的自信跟把握 因为神是我的大老板 家庭生活也一样 你这时候可以放那个图片 昨天师母在对香港 很多parents讲 parenting的时候 也放了这个图 上面挂的是 基督是我家之主 底下全家每一个member 都在争谁是老大 夫妻两个在吵 对不对 太太矮了一点 放个板凳 然后旁边坐了一个小孩 也在大哭 也是要get attention 每一个人都想当boss 所以 第一个问题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到底谁是你的主 我看过太多 很爱主的 一节的婚 十八年 几乎隐退 停止成长 或是几乎不成长 就为了孩子 我等孩子上大学 我再来爱主 这个不是道理 这真的是遗憾 我看过好几个 不值得 弟兄姊妹 没有说你有孩子 不能爱耶稣 没有说你有了孩子 你就不能够 你爱主 就不能过到家 我的两个孩子 也没有很差 对不对 我从小提了 到处去聚会的 虽然他们不是那种顶尖的 但是 我自己里面很得安慰 我至少知道他们爱主 他们活在主的面前 他们到今天 还要活在主的面前 弟兄姊妹 我们到底在得什么 谁是我们的主 到底你在在乎的是什么 你手里想抓的 到底是什么 常常抓到抓到最后 我不仅没得到 我反而因此 上了自己的生命